很简单的 其他如果说你要把它做一些那个 VBA的话,其实这边也都有啦 不过因为时间的关系,而且这难度稍微比较高一些些 如果有兴趣的同学,可以自己再利用其他的方法 那其他的,比如说用那个字串的比对 而且我还有算一下时间,哪一个方法比较快 另外最后当然会跑很久 比如说这个地方全部都自动化,它会自动帮你比对比对 要找出来 甚至可以做出一个像那个进度状态的一个 一个进度的这一条 可以让使用者知道到底这个,不过这个是用表单做的 难度比较高一些些,还有兴趣的同学可以自行参考 完成的程式码在下面 那后面有时间再来讲了,如果没时间的话,请各位自己再试试看 那再来我们来看一下下一题有关那个乐透彩 那这个其实看起来还蛮复杂,但实际上 主要也是利用 刚刚讲的那几个函数就可以做出来了 包含就 Count 跟Count if 那首先第1个 101年1号出现几次 那首先你要知道101年 所有开奖记录 那所有开奖记录 那个乐透彩的 它的那个逻辑是这样,它的规则是这样 就是说呢,一次 一期会开出 7个号码 有6个号码加一个特别号 6个号码加一个特别号 所以每一期都会开7个号码 7个号码 那因为在101年Count-Tool向下 总共开出了100列 99期 所以99期在乘上 7 所以这个就总Total的数字 OK 那我要在这个数字里面 帮我查1号出现几次 2号出现几次 应该很简单吧 这个地方的话 其实就是一个 第1个 我的习惯 还是会先把什么 这个范围 先 定义成一个名称 因为我习惯就是 这个名 这个范围 以后按F3 反正 Count Count or Conif 很喜欢用F3 因为以后按下去 这个范围的话 定义名称 除了可以从这边定义之外 我觉得从这边比较快 你按下这个 当然你可以在这边 打一个名称给他 或者直接在这边打 也可以 这边跟刚刚定义名称 结果是一样的 这边 打一个名称 这个名称 我们叫什么 叫叫做开奖101 开奖 101 101年 那你想说 之前有同学说 老师那 干脆叫101就好了 很抱歉 这个名称不能是数字开头 一定要是中 中文或英文开头 所以 名称的话 把它记得 输入完之后 我把它先复制一下 记得按Enter Enter之后 以后呢 你选这个范围 它就会是开奖101 开奖101了 开奖101就出来了 如果你不确定范围 对不对 你可以名称管理 这边有一个 它会点下去 它会告诉你 是不是这个虚线范围 如果是 那就 不用理会了 如果错了 你可以改 改完之后按打勾就可以了 或者删除重来 也可以 这边都可以 然后102年 一样的方法 从这边 到这边 然后 Ctrl Shift向下 然后这个叫开奖102 改一个 OK Enter一下 这样子的话呢 我要统计很简单的 101年的几率 首先我要算什么 算它 它1号出现几次 那用什么 康乙符 康乙符算什么呢 F3 开奖101 1号出现几次 17次 按确定 那几率怎么算 就除以多少 总共出现 全部的 全部号码 怎么知道 很简单嘛 把这个公式 借用一下 不用乙符 用康乙符 康乙符就是里面的数字 其实用康乙符也可以啦 因为里面 数字也是有资料 后面不要条件 就是给范围 你帮我算一下 里面总Total 其实就是总共99期嘛 一起7次嘛 就693嘛 OK 然后 所以 17次除以693 就是它的几率了 OK 然后打勾 就这样子 如果这样子 感觉格式不好看的话 其实你可以把它改成什么 万分是多少 那怎么样改成万分是多少 其实你制定一下 其实我的习惯是 比如说万分是多少 我就给它五个问号 空一格斜线 空一格打一个10000 有没有发现 万分之245 当然你用这个 跟这个来看 你万分之多少 应该会 比较清楚一点 你用这样子 看得有点辛苦吗 有没有 那这个实际上是也是制定格式 我刚刚讲过 在这边也可以用 问号 有没有 问号 表示说我大概要 5嘛 只是说后面如果没有 那你就帮我 不显示就好 所以最后显示 就是 245 后面的话呢 它就 自动就 425路了 然后呢 分之10000 用10000来除 按确定 向下填满 好 然后呢 102年怎么做 其实这个的好处是怎么样 Ctrl C 有没有 复制一下 到这边怎么样 贴上 把它改什么 102年 102年 有没有 开讲102 因为是名称嘛 OK 所以直接打勾就好了 算出来 格式呢 其实常用里面有个刷子嘛 你就把这个怎么样 刷一下就好了 刷过来 OK 然后呢 就完成 格式套过来就好了 合计的话 其实就是怎么样 把它加起来嘛 等于 等于什么 他 加上他 这两年 来 他的 他的合计就出来了 排名的话呢 其实你就把这个范围 一样 你可以定义一个名称 从选举范围 顶端列叫合计好了 这个范围里面 算排名 那排名怎么算呢 操华数里面 一样有个统计 统计里面有个叫Rank Rank 然后2010的版本叫Rank EQ Rank EQ 另外还有个Rank FEG 不过我是比较建议你用Rank EQ 因为AVG 他蛮奇怪的 就是说呢 比如说 Rank EQ是 1234名是一直往下排 Rank Average 意思是说 如果你有 比如说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二名两个的话 他会变成 把两个 第二名 2跟3 相加 除以2 所以 他不会有第2名 也不会有第3名 他会有第1名 再来变第2.5名 2.5名两个 这样很奇怪吧 OK 应该懂那个 因为我看了一下 说明实作发现 这个东西 不知道哪个地方会这样用 第一 本来是第1名 第2名并列 他不是 他是第1名 2加3 除以2 所以第1名 第2.5名 2.5名 再来就第4名 这样有点奇怪 所以记得 常用 还Rank Average 然后呢 我们就是 你现在的 资料 第2个 reference 是在哪个范围 一样f3 合计里面 在这个范围里面 排第几个 另外 名称有个好处 他也不用按F4 去锁定 不用锁 因为他那个 范围一定是固定的 OK 好按确定 向下填满 这样呢 我们就做出结果 当然 如果你希望怎么样 Control 就去不向下 如果你希望呢 等一下下课的话 要采券行 想知道哪个号码 你就可以用那个 常用里面的 设定格式化条件 新增的规则 在这个范围里面呢 比如说他是 应该是什么 小于 等于7的 给我一个 比较显眼的格式吧 字的话呢 用红色的 底色的话用黄色的 告诉我哪7个 好 就这7个 应该是这个 第7 12号 21号 然后这28 2728 33 34 好像都连在一起了 蛮多的 39 这个是102 103 101 102 那这个资料呢 你在网络上 搜寻一下 有历年 非常完整的资料 而且呢 甚至之前遇到一个同学 没有 他把所有的资料 通通都收集来 然后呢 有一次拿一个随身碟 老师所有历来的资料都在这里 你可不可以教我怎么统计 因为他就是要算名牌的 因为他 年纪还蛮大的 他可能想说会不会算准 OK 他退休 可能 不过他应该 不愁这个 可能他 兴趣 OK 请各位试一下 就是说 那我把刚刚的重点再回顾 一 先把名称改过 第二个的话在这边 设定这个 Count if Count 然后格式的话 我是利用这个地方 万分是多少 复制格式 再来排名 最后利用设定格式的话条件 画面还给各位试一下 所以这里的话基本上 我最重要就是利用两个函数而已 Count if 加Count 其实很多地方 就很够用 然后 再来 顶多就是用一个rank 排名次 再来 我蛮推荐的一定要了解那个 定义 定义名称 把一个名称 对应到一个范围 这个概念其实跟资料库 其实我觉得还蛮像的 资料库 那有点像就是 摆设拿来当那个资料库 这样来做 资料的查询 哦 Thank you